大家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們很高興的宣布我們要來重新迎接回歸一個前面有過的單元 也就是跟情色有點點關係的一些文學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這網站上我找到他們有一個新的 就是像是百字故事一樣 短短的這一種很適合我們的節目的長度的這一種 完整的一個故事的一種文學寫法 情色文學寫法 那我就覺得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教材了 而且你知道這種短片故事都有一些很棒的轉折 那我們除了一邊學英文一邊還學人家文學上的這種手法 不是很好嗎 OK 所以我們看看做一集會多久 如果說一集很短的話我們就做 一篇如果不夠一集的長度那我們就來看兩篇 所以我已經準備好幾篇排在這邊了 我們先來看這第一篇它叫做Funeral Party Funeral就葬禮 所以葬禮的Party Party這件事情就沒有真的一定是派對 嗚嗚大家就開開心心 不是的 Party也可以是像Funeral的Party也是OK的 好 我們來看這在說什麼 所以我應該有辦法先把它讀完 然後我們再來去分析它的故事再幹些什麼東西 來吧 我先練一次跟你聽 對不起我這裡沒辦法去把它勾圈起來 因為這邊的文字都是被保護住的 所以我的滑鼠是勾不起來的 所以我知道有不只一個同學建議我說 能不能一邊念一邊把這些字圈選起來 然後讓人家可以比較好讀 那很遺憾的是在這個網站上我做不到 有點抱歉 Anyway 我開始讀了 她有想要求婚 對他們規定過 她看到他分析 在多個不同的縣 建議 又在這會兒 一邊是貸宴 也在那時 她想看他 然後想看他 她看他 看他 看他看他看他的盞 看他看他 Aqua 跟他的相似 對其他人家小婦 不看 然後 这里的构句有点怪,我在读一次很抱歉 结束 哈哈哈,来吧,我们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可以学的单词 我们这里看到she had wanted him for so long 你知道这里的一撇滴就绝对不是would 他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很想要他了,所以他才用过去完成式 所以他们参加了一个,你知道你从题目猜得出来他们大概在参加一个上礼 但在上礼前他就已经想要他了,所以才能听得懂 watched him at all sorts of occasions occasion这个字我们有时候翻译成场合 可是这个场合绝对跟地点没有关系 这个occasion一定是跟时间相关的场合,例如说这是你的派对 这是你的birthday party,你办在一个W hotel的conference room好了 today is a special occasion,跟W hotel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是你的生日才是special occasion 所以这个occasion的重点在于时刻 绝对不是在于location ok?has nothing to do with location 所以他在各种不同的occasion都看过他 例如说婚礼 christening这个字你可能不太熟 是小朋友去受洗 所以爸妈抱着小孩去受洗 有些小朋友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洗他 你怎么知道他长大会不会信基督教或者天主教 没有错,所以等到你长大你如果愿意再洗一次 那个叫做baptism,baptize是动词 我这里有打给你看 so once you grow up and you really do believe in this particular religion that requires baptism you can baptize,you can get baptized but when you're a kid,your parents could decide for you on your behalf 所以christening是给小朋友受洗 所以在婚礼上啦,小朋友受洗的地方啦 的这个场合里啦 now even at a funeral 所以你注意到 now even at a funeral 所以我们非常确定一件事 他们现在参加上禮 and all that time 在这些时间中 这一长段他一直看着他的这些时间里 也就是这些不同的occasion里面 she had looked at him and wondered 他就看他然后好奇 我现在重新读一次回来 你看我就会感觉到 他其实在好奇这一件事 只是这里的授词并没有说出来 他到底在好奇些什么 当你跟我一样刚已经读完 如果你已经听懂这个故事结尾的话 你就知道他好奇的是什么 那再看下去 she had seen him looking back 他也有看到他干嘛呢 他会看回来 所以他女生偷看男生 男生也会偷看回来 saw the furtive glances 所以他看到了这个 furtive 这个furtive就鬼鬼祟祟 它可以是sneaky 或者stealthy这个词 他都有鬼鬼祟祟的就是 捏手捏脚的 不想让人看到鬼鬼祟祟的 sneaky的 ok 所以他也看到了这个 鬼鬼祟祟的这些回望 furtive glances 当他的老婆 男生的他的老婆 或者他的老公 女生的老公 没有看到的时候 所以他们都彼此趁着 自己的另一半没看到的时候 互相看彼此啦 总之就是 那你知道接下来的发展了吗 两个人都已经在那边看了 所以and now 下一个故事 就故事接下来发展 the two of them cramed into the downstairs toilet 两个人就cramed 这个字就是塞 塞东西在一个里面 所以补习班叫做cramed school 因为在补习班 就类似天涯式的教育 就塞资讯给你的背起来 所以像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说我现在在努力的读我的这个 这个 final exam 你不一定要说 I am studying for the final exam 你也可以说 因为你知道在 在考前读书 根本就是在狂塞资讯嘛 所以I'm cramming for the exam 也是非常生动的一种说法 所以cram这个字大概就没问题了 所以像他们两个人 就cramed into the downstairs toilet 楼下的toilet 那你知道大概就是一个小小的 既然用了toilet这个字 就不是整间的厕所 可能就是一个小隔间 所以当他跪下的时候 我刚刚这句卡半天 因为as是个连接词 before也是个连接词 那到底是as chenelt before 还是这样 我现在再读一次给你听 所以当他跪下的时候 他把他的黑色的dress 扯了下来 pought her black dress down 当他跪下来的时候 跪下来干嘛 跪下来要替他做服务 所以before这边是个句子 before she unzipped him 所以简单的说 在他把他的拉链拉下之前 当他跪下来的时候 他把他的black dress 扯了下来 大概这边就是 两个连接词连接了 三个句子 听懂齁 ok 所以zip这个字 就是拉链 拉链叫zipper 那动词就是zip zip up zip down 所以要是 所以这个拉链也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像例如说 你不喜欢听一个人讲话 你给我闭嘴 你可以叫他shut up 你也可以叫他zip it up zip 这样子 zip up 好大家听懂了 ok 所以当他把他zip unzip他的时候 在他unzip前 跪下来 然后这样子 she ran her fingers along the hardening length 所以他把他的手啊 就滑过了这一个 ran the fingers along 滑过了 滑过了他越来越硬的这个长度 所以他没有提到 那个字 那个器官的字 hardening就是变硬的 length就是长度 你都知道他在描述什么 所以即便现在 因为他用hardening 表示正在越来越硬 所以即便只有一半的硬度 even only half erect 即便只有半硬 she knew 他也知道 知道什么呢 这时候他就抬头看着他 she gazed up at him 所以gazed这个字 也有看的意思 我们刚看到glance 有没有 furtive glances 所以glance也是看 gaze也是看 一般来说gaze 比较是 glance看一眼 gaze是注视凝视 ok 凝视 ok gaze就是看一眼 所以他有这种长度感觉的不同 所以she gazed up at him 他就抬头看着他 fuck you are so much bigger than your brother was 就 操 你真是比你哥大好多啊 你猜得出来哥哥是谁吗 因为你看 bigger than your brother was 你从时代判断出来 这个哥哥已经是过去式了 哥哥死掉了 ok 应该就是这个概念 brother 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弟弟 说明也是弟弟 但 我们合理的推断大概是哥哥 好所以这故事到这里就结束 所以在哥哥终于死掉的状态下 而且他们还是互相有老公的 所以哥哥跟这个女生的关系 也是偷情的关系 说真的 ok 所以女生有husband 可是跟哥哥偷了情 那他们或许也彼此有亲属关系不知道 但总之哥哥死了 所以他们也都会出现在上里里 那上里中 这个人 女生终于上到了弟弟 好解释好清楚喔 似乎没有必要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很powerful I hope you like it 好那我们在长度单上 我偷看一下 我们这样讲了大概9分钟 9分钟一集好像也是不错了啦 有没有必要再讲一集 再讲一集我怕时间也不够 那我们复习一下好 来 复习时间 Alright So boom 复习时间 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刚刚这边所说的 Occasion 强调的是 特别的时刻 跟地点毫无关系 OK再强调一次 跟地点没关系 Today is a special occasion 特殊的时刻 例如说今天是你的洗礼的时候 Baptism 下面有看到 Baptize Cristening 小朋友的受洗 OK 今天是你的Birthday Special occasion 今天是你结婚 Special occasion OK 今天是你父母的几周年结婚纪念日 I don't know 40 year anniversary Special occasion Cram是塞 所以他们后来两个人塞进了地下室的厕所 还记得吧 那你努力了读书 你也可以用cram这个字 在脑袋塞东西 I'm claiming for something 这样子 然后他们两个鬼鬼祟祟的互相看 鬼鬼祟祟三个字给你 Furtive Sneaky Stealthy 这几个不同 OK 那其实都可以变 这后面两个人可以变动词 Sneak 当动词 例如说你半夜偷偷 跑出去跟你的情人会面 Sneak out 这个动词 就是偷偷跑出去 那Stealth 倒是不能用动词 对不起 Stealth是一个名词 好 然後Zipper是拉脸 刚刚说过了 那看的话大概有两种 刚刚讲的glance 还有gaze gaze 0式 对不起 其实看一眼不是只有这个 像gander也是 其实我们以前 我们有稍微整理过 So take a look take a glance take a gander OK 这几种不同的说法 甚至还有像skim跟scan 也都有看一下的意思 OK 这我们大概就不说了 好我们讲到这里 其实这个长度也可以了 短短的 还不错吧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样的内容 我们会再做下去的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